嘿,大家好,我是林牧师,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今天要为大家录的是读经加油站的第47站,那如果你有留意之前几次的加油站,我告诉大家我今年只可以录到第48站,48站我们就读完旧约圣经了,所以我就暂时要停一下来,所以今天是我们倒数里面的第二个。 那如果你之前参加了我们的读经计划,你应该到现在为止就差不多就快要读完旧约圣经,如果你迟开始,或者是你还继续要读新约,还是你中间慢了等等,无所谓,只要你努力,因为我们的读经计划一直是从2018年到2020年,在你读的时候,你也求你真的去思想整本圣经是怎么样连在一起, 通过主耶稣基督把旧约新约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读那个故事,而是看看他在整个旧恩历史里面,是怎么样去连上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有跟着我们的读经计划,今天我们应该读到的是9月24号,是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只有三章,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西班牙书读完了。 那我在考虑这个礼拜的加油站的时候,有想过要不要讲哈巴谷,或者是哈该书,因为觉得这两本书比较容易讲,或者以前有一些概念,西班牙书相反,我就觉得最陌生的一本书,但是我最后考虑了一下,我还是,好了,既然就是陌生,我想我陌生,大家可能也是陌生,就努力去学习一下吧, 这样,所以我就决定,OK,我们还是来看看西班牙书这本书。 这本书虽然有三章,只有三章圣经,但是中间也有很多复杂的一些主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主题都是已经是我们非常熟面孔的东西。 当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尽管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或者某一个王帝啊,这样的,但是他们的信息基本上是非常有重叠,有相近的地方。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西班牙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跟其他的书信有他很相近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读这个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他的开始。 他说,当亚门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加的贤宣孙,亚玛利亚的真孙,济大利的孙子,古氏的儿子西班牙。 所以他一开始第一节已经告诉你,西班牙是在哪一个君王做王的时候做先知的。 那如果你记得有一些先知,他可能他做王的,做先知的那个时候,有经过了好几个朝代,无论你是在想丹伊犁或者是以赛亚。 但是你发觉这个西班牙,他所做的这个先知的时候,只有一个王帝啊,这个王帝就是约西亚。 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约西亚一做王帝又做了31年了。 所以你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其实约西亚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君王。 我想如果你读过圣经,读过旧约一次两次,你大概对这个约西亚也有一些印象。 最主要的印象可能是在这个,这个列王纪下,列王纪下22到23章。 如果你去看列王纪22到23章的时候,就是讲约西亚这个皇帝。 那通常在列王纪这个里面的这个君王啊,就是都是不好的。 但是你去看列王纪下22章第二节的时候发觉,这个约西亚很不一样。 他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二,是正的事。 行他主,他主大为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所以他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难得的好皇帝。 但是你再看看,圆呢,虽然他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 但是他所做皇帝的时候是犹大亡国前最后几十年了。 所以最后他这个国家还是没有因为他的一些改革得到被保留下来。 他做王的时候只有八岁,如果你记得啊。 但是他后来在他的人生的这个做王的阶段里面做的几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在这个约西亚做王18年的时候,就大概20多岁的时候, 他就去重新去这个建造这个圣殿。 不是重建了,是就是好像装修,因为这个圣殿需要很多的一些更新。 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在的更新。 这个外在的更新当然是代表了内在整个对上帝的敬拜的一些更新。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大祭司,然后到了大祭司,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他在这个圣殿里面找到了一个律法术,那传统来说,我们说他所找到的律法术就是生命纪。 所以他找到了生命纪,然后就是一直在读那生命纪,发觉,哇,原来我们已经偏离了上帝那么多东西。 于是他开始他的宗教改革,在耶路撒冷里面宗教改革,在犹大宗教改革。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是回去看这个《猎王记》下22、23章的时候, 他就去重新去守这个逾越节。 那原来逾越节已经被忘掉,你可以想象吗? 逾越节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它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救恩。 所以当你没有了这个节日,就等于我们今天没有了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 就等于你根本你在信的,到底是信什么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个约西亚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军王, 所以你也可能心里面想,哇,这个西方亚在他的时候做先知应该是挺容易挺不错的, 但是可视的是,首先这个更新是有一点,我们英文说too little too late, 这个更新的太少太慢,也是太迟了。 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约西亚他做王31年之后, 就是你算回来,他大概39,还没有到40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战场上面去死亡了, 而且他死的时候也是挺惨的,于是他的改革也就泡汤了。 就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西方亚看见了一些改革,一些亮光, 但是他也知道上帝已经做了一个预言, 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拜偶像还是让上帝非常的愤怒, 于是由巴比伦的军队准备来他所预言的, 就是他所看见的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 我读一读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我说这是上帝的话,上帝耶和华说,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从这地方剪除剩下的八粒, 侍奉偶像之祭司的名字和祭司, 还有那些在屋顶上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事, 却又指着米勒公启示的。 你看见几样事情啊, 在这里他说,上帝为什么那么愤怒, 上帝为什么要攻击, 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个敌人, 这个巴比伦的攻击去怎么样呢? 剪除剩下的八粒, 还有这个侍奉偶像的祭司。 这里讲到剩下的八粒, 可能是这个背后的意思讲到这个约西亚, 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一些宗教上的改革, 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办法完全, 他的改革当中还剩下了许多的偶像的影子, 于是上帝说不够不够, 上帝的要求非常高, 他要把剩下来的八粒这个偶像完全除掉。 他除了是这样的, 还有是什么呢? 你看最后那两句, 那些敬拜耶和华, 那敬拜耶和华很好, 却又指着米勒公启示的, 所以这些人呢, 他不是说不敬拜耶和华, 他是说, 我虽然敬拜耶和华, 其他的那些偶像我习惯的拜的, 我还是要继续拜, 那上帝最恨恶的就是这样, 你去拜巴黎, 米勒公他当然恨恶, 但是你说, 我愿意回来敬拜耶和华, 但是你却不放手这个巴黎, 米勒公上帝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愤怒, 这样的人, 这样就好像多买一个保险, 或者是多拜一个神明, 没什么大不了, 上帝恨恶的, 这是西班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并那些转去不跟耶和华, 不寻求耶和华, 也不求问他的, 在主耶稣, 在耶和华面前要静默无声,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 你们shut up, 你们要静下来, 你们要默想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你们当中, 圣经学家告诉我们, 在第一章的里面, 西班牙画了一些图画, 这图画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 刚刚好是一个相反, 创世纪的创造是从一个混沌的黑暗的社会, 这个处境, 把它变成有次序, 然后光明的一个世界, 但是现在刚好相反, 上帝要把以色列民, 要把耶路撒冷, 要把犹大帝变成混乱与黑暗, 是通过了一个巴比伦这个军队, 为了是什么, 因为他要剪除当中的偶像, 耶和华的日子, 如果你记得上一个礼拜, 我在我们讲的是尔巴迪亚书, 尔巴迪亚书也有讲上帝的日子, 然后尔巴迪亚书之前有两本小天子, 约尔书还有阿摩斯书都是讲上帝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恐怖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愤怒的日子, 耶和华要剪除骨像, 然而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我讲过, 耶和华的日子却还有希望, 就好像约尔书里面说, 凡求告耶和华的必得到救恩,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觉得上帝很愤怒, 上帝来, 那我想到什么事情, 当上帝已经开始动身的时候, 都已经太迟,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的日子尽管是非常的愤怒, 但是上帝还没有最后的审判之前, 我们还是有希望, 当然你不要等到最后最后, 你说我最后最后我就再回转, 你那个回转也不一定是真的,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占尽在他的面前, 然后我们悔改, 我们还是有希望, 我想跟你看西班牙书第二章第一二三节, 是讲到那日子来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盼望, 不知羞耻的国民, 趁命令上位发出耶和华的烈怒, 上位领导你们, 你们应当聚集聚集起来,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的人,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寻求谦卑, 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里面, 你们可以得到隐藏, 隐藏就是拯救的意识, 上帝要我们, 他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他希望我们在他日子来临之前, 审判之前可以回转, 没想到在西班牙是一个那么, 上帝非常愤怒的一个主题的当中, 竟然还是有上帝的拯救, 不单止在上帝日子来临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拯救的机会, 到西班牙书最后的结局, 三章第九到二十节的时候, 更加是一个应许的成就, 这个应许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通过亚伯拉罕, 或者是跟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个万国万民都得到上帝的福气, 这个是在上帝洁净了这些偶像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跟你读最后的几节圣经, 那时我要改变万民, 使他们有洁净的嘴唇, 好求救耶和华的名, 同心和意侍奉我耶和华, 你的上帝在你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 他必因你欢心喜乐在你, 在他爱中静默, 且因你而喜乐欢呼, 非常美丽的一个结局, 上帝改变了万民, 让他们有清洁的嘴唇, 这是以色列人梦寐而求的事情, 他们要有一个清洁嘴唇, 去求告上帝, 去敬拜上帝, 然后还有同心和意, 这是最终当上帝的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 是他愤怒审判的时候, 也是他恩典拯救的时候, 那时我必领你们出来, 召集你们, 我使你们贝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享民生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最后一节了, 这个是一个大田园结局的一个故事, 当西班牙在写的时候, 其实贝鲁还没有发生, 他还有好多年, 还有几十年才到贝鲁, 他已经预言的这个贝鲁被发生, 但是他也预言到贝鲁之后有一个回归, 然后不单只是这样, 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得到这个救恩, 还有他会在万民当中做上帝的见证, 然后被万民所接到, 这是张人讲到新约的福音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两天我在想西班牙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章, 他说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 有十本旧约书本是没有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 第一,旧约有39本, 当你说有十本没有被引用的话, 也是做其他29本有引用,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新约跟旧约是分不开的, 第二, 当我们说这十本书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 不是说他们没有出现过, 或是他们所说的主题没有出现过, 如果你之前有听我讲到, 我一直在讲, 我说当新约要用旧约的时候, 有几种用法, 第一, 是明影, 明显的引用, 就是你看到那几个字, 你看到那句话, 你知道是从那里出来, 就是以赛亚所说的, 就是但一里所说的那句话, 对不对, 另外一种叫暗影, 就是说他讲了一些主题, 或者是你看到一些, 他没有说是从旧约出来, 但是你猜得到, 你熟圣经你知道, 这个其实他在暗示的引用,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echo叫做怎么回响, 就是你看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越旦, 越旦河这样, 你看到越旦河, 你会想起许许多多, 在旧约里面发生的, 越旦河的故事, 所以那个不是在引用某一段圣经, 也不是在暗示某一段圣经, 确是把旧约圣经里面许多故事, 通过一个字两个字, 完全带回来, 所以当这个作者, 他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就说, OK, 他主要的, 要告诉我们, 就是旧约跟新约是分不开的, 29本已经是有明显的引用, 那还有10本是没有明显的引用, 是哪10本呢, 就这10本了, 第一本是十四季, 四世纪, 那四世纪, 如果你以前听过我讲四世纪, 你知道四世纪是, 那是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 个人做自己眼中所看为对的事情, 当然, 这个呼喊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君王, 这个君王就是大卫, 所以你一到大卫, 你就知道这本书一定跟耶稣有关系, 因为耶稣是大卫之子, 同样第二本书是路德记, 路德记没有被直接的引用, 但是路德记其实也是最后是讲到路德的后代是大卫, 所以大卫也是跟耶稣连上了, 第三本是以色拉, 以色拉记其实跟尼西米记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虽然以色拉没有直接引用, 其实尼西米有, 也是说这本书也有, 那你也可以去听听我怎么样去讲这个, 以色拉跟尼西米当中的基督福音, 我以前有讲过, 以色帖第四本, 也是我最近也讲过, 以色帖里面的这个基督福音, 所以其实以色帖里面, 上帝的名字都没有叫出来, 但是当中的许许多的故事的主题都是指向新约, 第五跟第六比较困难是传道书跟这个雅各, 那此一点我们会在这个智慧书的一个讲座里面会讨论, 到底是传道书雅各怎么样, 或者是真言是怎么样指向基督耶稣的, 第七个是耶利米埃哥, 其实之前几个礼拜之前, 我在一个加油站里面也用过这个耶利米埃哥讲怎么样去引导我们进入耶稣, 其实讲他的受死复活, 厄巴里亚书上个礼拜我刚刚讲过, 厄巴里亚书怎么样带我们进入到新约圣经, 约约书我以前讲过四篇这个道是讲约约书的, 约约的故事, 约约的神迹也是耶稣口中所说的, 所以没有一句话是引用在新约里面, 其实约约书是真的是很清楚的指向耶稣基督, 最后一本是西班牙,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 我想西班牙是表面上是最不知很清晰是怎么样连上去, 但是你如果你看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主题的发挥, 耶和华的日子, 这个是约尔书的主题, 是亚伯斯书的主题, 是厄巴里亚书里面的主题, 在西班牙里面耶和华的日子也继续出到, 耶和华的日子通过在新约圣经里面通过这个约尔记有讲到, 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上帝拯救的日子, 凡夫求他的救必得救, 这也是西班牙的一个主题, 所以你看见虽然西班牙这个书好像是一个很比较少人去知道明白的一本书, 但是其实他还是照样是直向新约, 但最后今天我想做一个连结是通过西班牙刚才我们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上帝说你必须要除掉, 减除你的偶像, 寻求他你才可以得救, 这是讲到特别, 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就讲到那拜我又拜米勒公的, 上帝是恨恶的, 在新约圣经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来呼求我们去回转的时候, 他也特别讲到这个问题, 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出财宝, 地上有虫子咬, 有锈坏, 有贼挖洞来偷, 要在天上积出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锈坏,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这里其实上帝不是叫我们不要积出财宝, 问题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你的财宝在哪里, 上帝其实在鼓励我们, 你必须要为未来去积蓄财宝, 你必须要想财宝, 你必须要追求这个财宝, 这问题是你的财宝在哪里, 在地上还是在地上, 当然上帝是在说的时候, 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地上的财宝,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第二十四节把整个财宝的比喻说出来,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马门, 上帝说你不可以有两个主, 你不可以又拜耶和华, 又拜米勒公, 你不可以侍奉上帝, 又把你的人生侍奉地上的财宝, 地上的名利,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警告, 这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拥抱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一个天路可, 我们要离开地上的追求, 是全心全意的追求天上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剪除偶像, 一切的偶像, 寻求专心独一的寻求真神, 这是西班牙书给我们的一个主题思想, 愿大家都跟随着耶稣, 单单地仰望天上的事情。